爱卫八滴 这次比赛终于结束了 嘿嘿 名字下面有亚军认证了 小黑粉们是不是打脸了 威泽写的清静楚楚 如果有违规操作 会被取消比赛资格票数清零 之前我也不给你们解释 就等出结果 官方就是最好的证明 支持我的小可爱们 我能到现在 都是由你们的一份努力和支持 都是亚军的股东啊 哪怕是为了看头 我也在这里真诚地说一句信息 也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 我会有最好的证明 好了 友好的做法 今天你学废了吗 爱卫八滴 最近我也太贴了 本来 我这个证明太大强了 不行 我要单点 最近给你们看取料都在做好笑的 给大家准备点什么呢 你们有好好享用吗 还是说说正事啊 今天教你们做的这个空气巧克力杯 吃一口你会爱上它的 而且里面我还加了 德福与耐雪联明出的软糖加薪巧克力 外层是浓郁的巧克力 里面竟然包裹了珍珠 超级Q弹 有草莓 芝芝和黑糖奶茶两种口味 要不要千万粉的话 给你们几箱这个啊 想吃的情局手 今天你学费了吗 爱卫八滴 我最近在考虑改名字 你们知道紫昂核电站 后面的核电站是什么意思吗 不瞒你们说啊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们 是我最早见号的时候随便打的 谁知道你越来越过这么久 今天我就想看一个 和美学相关的名字 这样拉拉你去更好记住 对吧 今天教你们做的白鱼卷 用的不是白糖 是更放心的核单 喜欢吃甜点 怕怕怕的小看 可以放心使用 热量超低的 你们要是有好的名字 记得告诉我啊 名字里有紫昂就行 比如紫昂天下无敌宇宙第一帅主 有点不要脸了 今天你学费 爱卫八滴 我真的对你们表示佩服 我之前感冒有点鼻涕 你们就给我起名字 叫鼻涕泡泡 什么泡泡行 鼻涕行 还有行泡泡 然后最近我录视频 偶尔说了个阿八阿八 你们这起名的大神就来了啊 阿八行 行阿八 来来来来来 我最近买了只狗狗 是一只小柴犬 也是我的聊鸡 找我女朋友可全靠它了啊 你们看看它是个叫什么呢 争计争计名字 对了 我叫紫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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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今天你学费了吗 爱卫八滴 虽然平时生活中都是男生追女生多 但我的粉丝女生多呀 男粉们先不要伤心啊 听我说完 休开吧 今天就给你们安排个 如何让你男朋友更爱你的礼物 你们看两个人感情是相互的 你给你男朋友做一个 这么符合他猛男气力的甜品 再送他一箱外星人能量饮料 他是不是就会对你更上心 说不好给你整个包啊 化妆品啊 小礼物啥的 而且外星人能量饮料还是零汤零纸 让你男朋友可以在运动完喝 工作困了喝 打游戏吃喝 这不随时都会想起来 自己女朋友对他多好啊 十月新手机什么就要出来了啊 是时候暗示男朋友了 不然九月才刻意喝 你学费了吗 爱卫八滴 小朋友不要学习这个 最近情人创作者这个事情 真的将一不断 各种争吵各种事情 因为钱三名需要上海明家 我不想抱着我的头 但事情都把我推到这个一笔 他作为唯一上方的美食过程 就得争吵气了 是我们你们懂的 在我的主页点这里 每天三个留小行两票就行了 路过的喷子小黑粉 也可以投一票哦 谢谢 想喷我骂我的 来我受着 反正我可以拉黑 其实我还是相信 我这做美食的一年多来 是有很多人看到的 也许今天你才认识我 那就给点时间多认识人是吧 今天你学费了吗 拜拜 爱卫八滴 今天说个很严肃的事情 我答应过你们800万做龙音草莓 但是我之前只是说过 我未来可能会露脸 看得懂什么是可能吗 拿露不露脸来跟我说 哎呀什么不露就取关 怎么怎么的 抖音上好看的多了去了 请一步研制博主去哦 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不想出镜怎么了 这时候就有人会说了 哎呀我就想看脸怎么了 你管我呢 我是管不着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 我就不给你看略略略略 有机会粉丝见面 我给我的真爱粉们看 只想看脸那些 还是拿两块脸待着去吧 今天你学费了吗 爱卫八滴 一直以来我都在家里 做美食给大家看 不知道有没有人 想看看我出门 给大家探探店啊 我不是自己想出去玩 才这么说的 我就是单纯的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出门的内容 真的啊是真的 阿爸阿爸阿爸 就比如我一直都想去 广州啊厦门啊 而且我记得我的粉丝 分布广州的小可爱 应该是最多的 广州的小伙伴们 你们在吗 让我听到你们的呼声 过年前必须要去一次广州 心得太热了 等凉快点的啊 最近先考虑去个厦门啥的 今天你学费了吗 阿爸阿爸阿爸 爱卫八滴 让我富商的龙鹰草莓 终于来了 真的以后我再也不立这张flag了 我此行就算你从这跳下去 也不会再做了啊 准备各种材料工具 就让我破产了 过程还极其繁琐 这个视频你们看看就好啊 就不要去学习模仿啥的了 如果一不小心开始学习了 那就下辈子注意点 真的不是拖延 答应你们八百万做 下次就一千万再做啥吧 嗯 真香 本次视频太长 所以分了两个视频 今天你学费 今天你别学了 带队进很多声控博主露脸 然后很多人爱抖我 爱抖我干啥 我是美食博主啊 每天就是跟你们唠唠嗑 做做甜品 我露脸干啥 不要好奇了 一千万再说吧 反正我也到不了一千万粉 牛先吹出去 了解我的老粉都知道 我做抖音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们可能是为了带货啊 直播啊 或者出道啥的 我又不是啊 我是为了可以给自己养老 打下基础 整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甜品店 舒服服的 不就养老了吗 今天你学费了吗 拜拜 鸡蛋加糖加油加奶加面 面糊就做好了 过筛一下让面糊更细腻 平底锅小火不用刷油 顶皮起大泡就是熟了 用完把皮压成规则的圆形 然后一层皮 一层酸奶 一层水果 这个过程简直太治愈了 关注我 下期教你做零失败的选妹娘 爱喂爸爹 各位亲朋好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侧躺着玩手机 还充电的手机面前的朋友们 七夕可就没几天了啊 你们想好了是一个人过 还是怎么办呢 那几个说半个人的坐下 怪恐怖的 还是给自己做个甜品压压经吧 酸奶准备好了以后 就要拿出我的大家伙了 贵格的七夕限定礼盒 贵格胶原蛋白麦片 每袋含1000毫克的胶原蛋白钛 相当于三只猪蹄的胶原蛋白含量哦 让你吃出Q弹好肌肤 里面还有满满的大块果干 这个是木瓜干 火龙果干 别小看这个胶原蛋白钛小花啊 里面的胶原蛋白钛 拥有11项日本发明专利呢 放入冰箱四个小时后 就可以拿出切块板盘啦 切块 摆盘 拍照 仪器合成 今天你学飞了吗 爱我为把迪 众所周知 我为了出门悬秘爱情 准备的是相当完善啊 了解到位了 它的名字叫六一 因为是儿童节出生的 干脆就叫这个吧 你们就等着看大型连续剧吧 我要把我出门悬秘女朋友的过程 都拍下来 敏感机可以使用哦 老母机 战斗机 直升机都可以 当然了 出门还是要注意形象的 以前想我做衣服做穿搭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被搁置了 真的是可惜 我在德威APP选了好多好鞋 你们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看看 有很多阿迪耐克只要三百多 评论区还有优惠哦 好了 我出门无欲去了 真羡慕我未来的女朋友啊 今天你学飞了吗 爱为把迪 我可真是好不容易正经做教程一次 好歹给个面子保存一下 学习一下嘛 你要是不学也行 爱他个人过来学会给你做 他要是在意你 肯定会给你做的 准备好奶油和草莓酱 然后拿出脆香米的新品酸奶杯 超可爱的水果造型 哦我的少男心呢 先把草莓酱放入杯底 再放奶油或者酸奶 再铺上一层脆香米碎块 反复操作之后随意点缀一下 幼儿园的同学应该也都学会了吧 而且我用的脆香米还是酸奶氛围 有菠萝草莓香蕉三种口味 包装还小可以控制适量 今天你学飞了吗 拜拜 爱我一把迪 各位小凯一直知道 我从一个人做抖音 到现在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 之前招了新的小助理 今天我费尽巴拉拉 从我的粉丝里 挖出了一位小姐姐 也是一位博主 我按理爱她的佳妮就是 她有会做一些 与美妆有关的内容 而且她是从新疆 不要忽悠到了上海 加入到了我的团队 这么一数起来 一般的八二八十六 三八复影经五一 老总节六一二重节 哎呀呀 哎呀阿爸阿爸 我工作室有五六个人呢 真是一个庞大有规模的团队 前景一片大好啊 谢谢小凯们的一直支持 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阿爸阿爸阿爸